哎 它马上就要到了 看看 它就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是新推出的一档大型公路真人计时栏目 越测越开心 小鹏更新了这个NGP之后呢 很多的朋友也都进行了很多的测试与体验 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呢 说他出京城高速走未来科技城这样一段道路 他设置了NGP之后呢 但是NGP却发生了一个误判 将它本来是要往西去的路线 重新规划到了往东 去了这个机场的北线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就是想去测试一下 这个朋友所提供的这个线索 我们亲自来跑一下京城高速和这个未来科学城 这样一个交叉路口 看看它是否能够成功的 按照NGP的机油导航 导进我们的未来科学城 还是像之前的朋友所说 最后将我们带去了机场北线 现在我在五环上 之后我会通过五环进入京城高速之后 因为北京的这个限制呢 是要出了五环 就到了这个真正的高速部分 才能选用NGP功能 所以等到了高速之后 我会开启NGP 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程交给我的小屁 看一看它究竟会带我们去向何方 无问西东 诶 它马上就要到了 看看啊 它就这样 哦 实际上是 确实是这个东西道 刚才可以看到 这个道路确实是将我们引向了东方 本来我们应该是往西 西天取经 结果我们呢 被小屁成功的带到了东方 我们自东途大当而来 现在要往东途大当而去 看来朋友的这个反馈 它确实是真实的 这个NGP可能在这条路上的识别 是有一定的错误 我们也会想办法和小鹏的 自动驾驶部门去进行一定的咨询 看一看究竟是哪里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后续的更新 或者是更好的线路的算法 来把这个问题解决给掉 我们将这个问题向小鹏汽车做出了反馈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答复 这条路确实在地图上存在问题 地图在这个岔路里丢失了一条车道线 竟然导致系统判定为岔路为超宽的车道 从而自动驾驶进入了降级模式 提示用户接管 但是因为这个提示的接管点 比较靠近分岔路口 系统又来不及提前帮助用户向走运道 从而导航直接切换路线向右行驶 他们也表示未来会通过地图数据的更新 以及系统的策略优化 来升级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也表示总之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快地解决掉 这里非常感谢小鹏汽车向我们 非常快速地进行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回复 读万件书行万里路 我觉得我们都去开一开跑一跑 实际去测一测 可能会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能够给予这个车厂们更多的反馈 让他们将自己的系统呢 也优化得更好 这也是我们推出这达达们的初衷 所以也希望无论是小鹏 蔚来特斯拉 所有可以带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厂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车主们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疑惑 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小错误 或者是一些行驶过程中的一些疑惑 都向我们多多提供线索 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大家去试一试测一测究竟好不好